平安 今天是台北凌良堂主任牧师交接感恩典礼 大家一同欢喜快乐地 庆贺着这一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非常荣幸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牧长 来到我们当中接受专访 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眼中的训证牧师 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欧永亮牧师 大家好 周神柱牧师 大家好 曾国生指示 大家好 三位长辈可以说是看着训证牧师长大的牧者 更是影响训证牧师生命的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您眼中的训证牧师 那我们要麻烦三位长辈帮我们 用一到两个形容词 来形容一下您眼中的训证牧师 好 非常特别的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一次跟三位长辈来分享 他们眼中的训证牧师 相信应该是蛮有趣的 好 周牧师周爸爸已经写好了哦 哇 曾哥果然在家里有预备哦 我有账算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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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等一下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就要邀请长辈给我看一下他们手中的答案 一二三 请揭晓 好 那么我们就从欧牧师先来好了 当我每次碰到训证牧师的时候 我们除了打招呼以外 我们就很容易谈一些话 在谈的当中 第一个是无所不谈 那另外一个我们很直接就谈 他的一些事情 我的事情 就我们没有不需要去思想 这样谈合不合一 不会冒犯对方 会不会对方怎么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不仅在谈话当中 认识这个人 认识他的思想 甚至认识这个人 他的待人处置的态度 所以这一年来 我对他这个角度 蛮容易可以认识他 是 哇 长辈说 训证牧师平易近人 真的很平易近人 那我们来看看周爸爸怎么说呢 自己的爸爸会怎么形容训证牧师呢 周爸爸请 他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到医院看他 他脸上怎么 那有一点黑黑的 那我就以为是 是不是医生 把他出来都夹到 后来发现 不是一个好几个 才知道是胎记 那我们在想说 他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的成长 那小学读书回来 第一天他就跟妈妈说 妈妈 别的同学好可怜哦 他们都没有记号 好多记号 所以我们对他这一方面 一生就放心了 就是这个事情 那另外 小的时候 就他常常会来告状 对妈妈说 哥哥打我 然后妈妈说 那你是不是惹他 他说是 他说对 你惹他嘛 你先惹他 所以他就常常会告状 现在他的儿子 也常常小的 学他的样子 虽然告状 可是他也是告对状 他也没有乱告状 好可爱的训政牧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真哥 真哥怎么形容训政牧师呢 我第一个形容 我相信大家都是心有同感 就很帅啊 好帅 2022年甩掉20公斤 瘦成这样 对 现在很帅 我看他站在讲 他就当我觉得 现在很帅 因为就是 刚才欧牧师讲 我说个性成熟 老少嫌疑 老少居疑 也很棒 他说刚刚跟长辈 很容易沟通啊 对 所以青年当然没有话说 所以长辈也这样讲 我只是印证欧牧师讲 是 那我们透过三位长辈呢 看见到训政牧师 不同面向的特质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三位牧长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对训政牧师的一些心里话 我相信训政牧师被这样的肯定 出来成为一个接班的一个 这样是经过很长个时间的考验 那这些年的观察 最少这五六年的观察 我觉得领袖的特质 很明显的在我的认知里面 是看得出来的 第一个我觉得他很主动 我觉得一个领袖 他不主动 他很难立 很难带 他不动的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很主动 那对于他主动上不是很强势那种 他能够跟大家的这个 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的讨论了解以后 他做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决定不仅是一个准确的决定 是大家能够认同的决定 那我觉得这几个领袖第二个特质 那第三个当他决定的时候 他不是说你们去做你们去做 他一定会跳下来带着他去做 所以我从一个角度来讲 你问我欧牧师你放心吗 因为有些人问我 我说我放心 当然我们都有成长空间了 不然基本上这几样事情 是这几年来跟他相处的时候 我看得出来 谢谢欧牧师的分享 我们格外的感动 透过长辈的细心的观察 甚至是肯定 我相信对训贞牧师来讲 这是很宝贵的一段话 谢谢欧牧师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邀请曾国生执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心里话 我觉得在训贞牧师的身上 我看见两个很大的优点 一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的个性非常的成熟 这个也很容易跟大家沟通 所以他很容易在一个 像林良堂这样子的一个 大的团队里面带领团队侍奉 这就是他一个很大的优点 第二方面我看见 他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他非常的有热情 去成全别人 就是他讲的 Unpowered people to be powerful 所以要来帮助 每一位同工团队 来进入他的命定 来发挥他的一个职务 让团队的这个服饰的功效 能发挥到最大 那我就期望他 在他的带领下 林良堂呢 是新酒装在新笔带里面 有一个新的迹象 这是我对他的祝福 也是我们对林良堂的一个期许 谢谢曾执师带来的祝福 最后我们一起来欢迎周深柱牧师 他过去在他整个生命中间 个性还有神给他的这些机会 我觉得是很特别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上面 第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桥梁 那这个桥梁不是它制造出来 也不是是神 就是在老中青上面 它成为非常关键的桥梁 那假如老中青 然后一起同行 那我相信这一个所带来的 整个在教会也好 在国度也好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那另外一方面是神给他过去的背景 就是说他十几年在美国 所以他接触到国际 那我也相信神会有一些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不但跟国际接轨 而且能够领受更多国际的一些丰富 而且我们也能够祝福列国 在神的怜悯恩待 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往前 那我相信神会带领台北的梁堂 或者整个林良大家庭 进到另外一个阶段 以至于我们要看见神要做更大 更荣耀的工作 谢谢钟牧师 接下来我们要请三位牧长 在一张纸上 为我们写下一个 特别跟生活层面相关的小提醒 或者是小叮咛给训证牧师 我们会装在这一个小锦囊当中 那这个锦囊庙记呢 今天不会公开 如果你想知道三位牧长 写下了什么锦囊庙记给训证牧师 欢迎你1月24日 在训证牧师走马上任的第一个主日 参加在我们当中 我们会在1月24日的主日 公布这个锦囊庙记哦 谢谢三位牧长今天带来的心里话 以及给训证牧师的锦囊庙记 感谢神台北林娘堂这个大家庭 一直是一个愿意跟随圣灵引导的教会 一直是一个乐意支持领袖 忠心顺服的教会 一直是竭力保守合一 彼此相爱的教会 更是不断地落实上一代成全下一代 下一代尊荣上一代的教会 今天的专访就到这里 愿神祝福他所拣选的领袖 祝福他所爱的教会 他们眼中的训证牧师 相信应该是蛮有趣的 你确定要让我现在看这个吗 你确定要让我现在看这个吗 你确定要让我现在看这个 哇 郑哥果然在家里有预备哦 我有账算账 你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郑哥 郑哥怎么形容训证牧师呢 我第一个形容我相信大家都是心有同感 好帅哦 好帅哦 2022年甩掉20公斤啊 瘦成这样对 对吧 现在很帅哦 我看他站在讲 很棒哦 很棒哦 我们可以看我们这边的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